一上手的穿搭就是 随便一件洋裝再搭一個背心 就是有暖度 有層次感 冷的話再加外套 那我現在這個穿搭呢 我的背心 它其實蠻不一樣的 先讓你們看 它是有一點混色的針織料 有沒有 厚薄度呢 大概像這樣子 五分大概是2.3 2.4 就是有一點磅數 然後它很Q彈 不會刺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領口 它的領口是做V領的 所以你今天裡面有領子的話 可以把它拿出來 就會有這樣子 晚安 會有一種層次感 那它這件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它的側面做了一個很高的開叉 一般都會沒有這麼高 就這樣 可是它做的比較高開叉 所以你的行動非常自如 有沒有 然後就可以隱隱約約 透出你裡面的這個穿搭 所以它是一件可以遮小布 背面呢 整個屁屁都完全消失 它的顏色 我身上這個是比較暖一點的 混色中 還有一個比較偏混色感的灰色 兩個顏色可以選擇 V領 好 那裡面的話呢 裡面我搭的洋裝 我現在給你們看 我去旁邊脫掉給你們看一下 這一件洋裝呢 它其實是一件就是 大家都能穿的好洋裝 因為它就是花朵 可是它的花是有點這種花碎感的感覺 所以它也不會太過甜膩 這個材質呢 是有點絲滑的雪紡 很舒服 厚薄度大概像這樣子 5分的話大概是1.5分左右 所以你會發現我雖然穿淺色 可是它不會到很透 那它最可愛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這一個領子 它的領子是有點這種滾邊 荷葉邊的領子 所以你今天搭背心就這樣 呼 拿出來 對不對 很美對不對 然後它的這個有做肩線 也不會太寬的這個 太誇張的這個抓膨 所以整個手臂都是顯瘦的 這邊有扣子 然後腰間有一個 內 裡面的這個鬆緊 所以你可以根據你的身形 去拉這個鬆緊帶 這一件的話呢 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的胸37吋 大概剩半個拳頭 腰臀都不多 所以這件洋裝 我覺得蔡樓的女孩 你一定要看一下它的尺寸 L號穿就是 合身舒適 還有一點空間 大概像這樣子 那它是沒有口袋的 裡面呢 有一個內裡 內裡是 有一點彈性 是寬的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會有卡臀的問題 顏色的話呢 我身上是有一點這種 很溫柔的性色 很好搭 那還有另外兩個 黑色 來 黑色 跟這一個 就是有一點可可色的感覺 三個顏色可以選 這三個顏色 我跟你講 搭背心都超好看 很美 好嗎 對 好嗎 對